我教你一个我在婚姻咨询的时候的秘籍 可以让他自己说服自己不离开 他觉得过不下去 是因为他给了自己过不下去的理由 那你就要让他自己 重新给自己一个想跟你过下去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他通过接下来的时间 慢慢感受到的 慢慢想出来说服自己的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两个陌生人想走在一起 是不是要靠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两个人相处 然后各自有不同的行为 对吧 说什么话 做什么动作 做什么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发现 对方是自己要的那个人 于是最后两个人才能确定关系要结婚 同样两个人关系变糟糕 也是时间 在这个时间当中 没有人会突然觉得对方不好了 一定是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边 感受到对方有很多行为 对一些事情的做法 或者对方的情绪等等 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了 又或者如果外面的力量诱惑对比前婚过后 觉得可能外面的比家里的更合适了 所以只要是想离开 一定是这个人给了自己充分的理由 你跟他在这段时间的相处过程当中不合适 那你既然不想他离开你 你要做的也是同样用时间来换空间 用空间换机会 你要让他自己意识到 你俩一起生活其实才是最合适的 这叫选择 所以当他提出来他想离的时候 你先告诉给他 你知道了 但是至于离还是不离 不要给他明确的答复 千万不要情绪冲动说 你想离那就离吧 然后心里又觉得个硬又睡了受不了 然后又开始不想离 千万不要啊 那接下来 你必须开始改变你自己 二次吸引说的 就是你要重新让他发现你身上的优点 认可你的魅力 你不要听到这里又想 凭什么是我改 说这句话的人 就是没有长大 依赖性就是很高的 依赖性高 对方都很不爽了 怎么可能继续让你依赖 所以记住 婚姻是两个独立的人组合的结果 我们做过上万个离婚的家庭咨询 想要离婚那个人 无一例外 就是因为 嫁吵了一次又一次 要求提了一遍又一遍 可对方依旧不改 然后他觉得失望了 没有盼头了 太痛苦了 这段关系真的是熬不下去了 才想要离婚的 又或者外面那个人 给他的情绪价值实在太足了 家里这个给他的负能量 也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才想要离开的 当然在咨询当中 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都说改了呀 我是改了呀 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他可能改了三天 又回去了 又回到原样了 又或者就改了三分钟 就他稳了三分钟 第四分钟的时候 他的情绪又失控 又变回原形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答应要改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 他就跟对方说 是你答应不离婚 我才会改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 这些错误你都不要犯 你就踏踏实实的用行动证明你真的改了 你是真的变了 这个改这个变最起码要持续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咨询当中常常啊 我们就要去做两个月以上 而且我也在咨询当中常常会说一句话 我说正确的行动加上足够的时间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 因为他对你对你们这段关系已经失望了 你要让他说服自己 他就需要有信心 而这个信任和信心的建立 真的最起码两个月时间以上了 当他看到你的变化 他才有说服自己回归的理由 他对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才有信心 这样你的婚姻才会真正的被你挽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